哈喽大家好,今天想请大家来欣赏两颗正在盛开的文心蓝 顺便分享一下我对文心蓝的花梗造型的方法 先来欣赏这一颗用新鲜苔藓来养殖的文心蓝天香 它在我的视频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多次了 因为它实在是太秦花,一年能开两三次 而且是又香又美 每到我忍不住又要跟大家分享 文心蓝也叫跳舞蓝 看上去真的像一个个小天使在跳舞 红白颜色相配的很恰当 很美,很可爱 还带着巧克力糖的甜香味 这种香味还蛮浓的 不需要把鼻子凑过去才闻到的那种 再来看它的植株 有好多的囚径 每一个都是那么圆润饱满 根系也长得很好 最开始的时候它是用全水培的 现在是新鲜苔蚓,怎样取得这些新鲜的苔蚓 还有怎样去繁殖,怎样去养护 在我的视频第43集和62集里面有分享 看着这好像生态瓶一样美美的 就是一种享受 如果你也有意种一盆这样的兰花 可以回看我刚才说的那两集视频 作为一个参考 这种养法,没花看的时候也很好看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这两只花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这一次的两只花梗 花朵很密集 以往的花间是比较尖长 而这一次的花梗 有点像圣诞树的形状 这样子看上去 花更密集,更多,更好看 如果一条花梗细细长长 还要做支撑杆 反而没那么好看 那我是对它动了什么手脚呢 在这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方法 这是2月20号拍下的 看上去怎么好像是另一盆花呢 因为我一直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瓶子给它 它的囚径都被挤到盆外了 最近才给它换了盆 看这里有两只花梗 先来看左边这一只 它不是大花的文心蓝 它会在花梗的下端长分叉 当花梗看到有分叉的时候 我会在花梗的最顶端 把这个尖尖摘下来 植物有顶端优势 如果不把这个尖摘掉 它会继续的往前长 但是呢 就是又长又细 我把这个尖尖加下来之后呢 本来是供给尖端的营养 就会分散到下面的分叉 下面的分叉就会长更多的花苞 下面有几个分叉 每一个分叉都长多几个花苞 那么整只花梗的形状就会得到改变 会长成好像圣诞树的形状 右边这条呢 还没有分叉 这个时候就不要把尖摘下来 让它尽情的长高 等到有分叉的时候 才把尖像刚才那样把它摘下来 摘的时间是个重点 如果还没有分叉的时候就把尖端摘下来 那花梗还没有到达它能够长的最大的长度 那就浪费了资源 这种方法并不适合大花的纹心蓝 对于这种大花的纹心蓝 我会用另外的这种方法来处理 大花的纹心蓝通常很少长分叉 所以很难掌握什么时间段给这个尖端摘下来 通常我们都要它越多的花越好 完全没有理由把顶端摘下来不让它长 以前对于这种大花的花梗又长的纹心蓝 我不懂得怎样去处理 就出现了这种情形 它的花梗特别长 它往上直长的话还不碍事 但是由于追光的原因 它向着窗户就长成了好像一只大炮一样 很占地方 花大又重 花梗又长 很容易折断 要固定也不容易 如果花盆不够重的话 它就很容易失去重心 这种造型也不够美观 今年就设法帮它改进 当看到有花剑长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给它造型 用金属线做了一个拱形 两头插在盆里 当花梗一边长长的时候 就一边给它固定在这金属线上 用这种方法也要掌握好时间 不要等花梗长得很长了 才把它硬弯下来 那种造型就比较生硬 不够自然 而且在花苞还没有形成 花梗刚刚在长的时候 就不容易伤到花苞 花长的方向性也比较好 这盆花去年是没有分叉的 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造型的原因 在最高的两个节点上 长出了两个分支 可能是植物的顶端优势原因 这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计划要随着变化而改变 看这个横支我就把它弯下来了 而且是尽早的把它固定在这金属线上 这样开出的花方向性才好看 顺便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花苞 它的花苞很特别 三角棱形 尖尖细细 花苞的最末端 还好像有一个小沟一样 很好玩 刚刚的时候是翠绿色的 慢慢长着长着 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斑纹 花打开的时候就是这样 它的花也长得很特别 看上去就有一种皇家的气派 穿着粉红色的纱裙 昂首挺胸的一个舞者 它的花瓣向后翻 就像舞者的双臂 看着双手还扣在一起了 很好玩 这一次的造型我并不是很满意 因为变化比计划来得更快 主花枝上的这里三朵花已经掉了 侧花枝还没有传开 所以没有计划中的完美 大花的文心兰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花大嘛 缺了一朵花 形状就改变了 何况是三朵那么多 但是也有意外的惊喜 就是多了两个侧花枝 那么这盆花的朵数就多了 而且花期就会更长了 这花真的是越看越美 这颜色配搭清新脱俗 还带着淡淡的芳香 这盆不是很完美的作品 你接受吗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留言 给我提供更多更好的方法 谢谢